这小子除了懒还有别的吗 做事利索吗 能靠得住吗 拖泥带水根本就靠不住 就我在外地上学嘛 当时是从黑龙江要到沈阳 第二天要坐火车 就火车本来票都买好了 第二天就要上车了 他半夜跟人家喝酒去了 那喝到最后喝到不醒人 是让人家扛回来的 到了第二天火车也没坐上 你是不想陪他去啊 还是怎么着啊 没有啊 那我朋友也不是天天都过生日 我们很要好的朋友 好玩一锅子生日嘛 然后就多喝点多晚一点嘛 那他怎么办呢 第二天是没起来 那不后来也来了嘛 陪他一块儿去了嘛 行吧 您这责任心呢 还有啥姑娘 还有就是他一点都不体贴 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嘛 那女孩子总是希望 男方能多照顾照顾自己 体贴体贴我 就恋爱一种 就吃虾巴虾这种小事 从来都是我给他拔虾 我要不给他拔 他就跟他挺着 他等着 你是不是给他拔虾的时候特快乐 到每一天都快乐 我觉得你快乐 要不然不会做的 一个人做事做的 不快乐怎么会坚持做呢 我要不给他拔 他不吃 他给人等着我 然后就有一次 我就挺难受的那天 然后我就想吃虾 我说我想吃虾 你给我买呗 他答应得挺痛快 然后把虾买回来 往桌子上一撇 人往沙发上一躺 过来指使我 说你来帮我把虾拔了 我说行 这不是说好了 我想吃虾吗 为啥不是你给我拔 为啥是我给你拔虾呀 指使我还指使得 体力所应难的 男生你有爱好吗 打游戏算吗 你觉得算吗 看书 打游戏 我也就有这点爱好了 他打游戏战胸的时间长吗 长 非常长 你有意见吗 有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 就为了打游戏 他能工作去请假 就是我明天工作请假 我今天晚上想去打游戏 打一宿 这样明天起不来 然后就工作就请假了 还有小狗俩一有点时间 我想休息 他就想打游戏 他一打游戏 我还得陪着他 就陪着他一起玩 然后就经常就会耽误 各种各样的事 所以这么听起来 这小子其实不是懒 他只是对自己没有兴趣的 或者不感兴趣的东西懒 是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还喜欢看书是吗 对 他喜欢看什么书你知道吗 不太了解 他一般就天天绷着个手机 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书 那为什么你不跟他聊呢 你不是在谈恋爱吗 他在看书你为什么都不知道呢 那有的时候他看书 我跟他说话 他也不搭理我 你今天大几啊 大四了 有什么打算 我未来是想去大城市 想去南方一些有发展的城市 但是他就想在小城市 就觉得小城市挺好的 他不想去大城市那种地方打拼 他觉得那种地方累 他要去了大城市你跟去吗 我觉得应该现在小城市发展两年 因为我入社会是比较早的 就是他现在是学生嘛 他也没接触过社会 我也去过这种大城市发展 我觉得他应该现在小城市 发展两年 看一眼就是 又对自己的未来有个定向 然后再想去大城市 你对未来的定向是什么孩子 没什么定向吧